它这里面感觉都完全打通了 在北海道刚待了两天 竟然碰到了好几个粉丝 都是来北海道避暑 甚至是旅居的 之前曾经跟着我旅行过的 白叶子和温妮两个人 也从杭州上海来北海道避暑来了 今天他们约我一起吃晚饭 也可以聊聊天 逛完了公园 坐地铁去他们住的地方看一看 出口太多了 南北线 这应该现在都很多人下班了吧 渣黄的地铁里面连通一个很长的购物街 里面各式各样的商店和餐厅 它这个商场类型非常全 什么都有几乎 所以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通道里行走 感觉这条街有几公里长 超市 现在到博野站 从地铁口出来准备去白叶子他们入住的酒店看一看 就日本都是这样都没有什么高楼 但是他们的霓虹灯其实蛮丰富的 这条街晚上可亮了 张晃室内的酒店基本都离地铁口不远 所以住哪里都无所谓 他们这行车都是很老式的 这还有一壁丝呢 他们是这一家 带大家看一眼他们住的酒店 哇 哎呦 天哪 刚起来很早啊 我拍不然没事吧 我拍你没事吧 有什么事 没事啊 有三张床了呀 哦 你们有三张床啊 这个书记叫你过来 我可不过来 我那我来体验一下 你拍拍你们这个 这叫你过来呀 哦 这种小家庭房是吧 对 杀人的 嗯 还算比较大呀 一张大床 一张中床 一张小床好像是 对 叫三 是家庭房 这算临时家的床感觉 是吧 还可以我觉得 对 够大哦 这个算大的了 这个 我给你讲 抢了两次 抢了两次 都退了两次 现在多少钱啊 一千零六十二 六十八 两天 两天 那五百五百块钱 微波炉呢 还有这边也可以加热 还有加热啊 冰箱 我觉得还有一个过道 对 还有微波炉 它这桌子蛮大的 对 桌子就一整 哇 还真是 这个桌子大 这个还真是 我好像在日本没住过这么大的房间呢 好像没有过二十平的 一张床还蛮大的呢 这一米五的 一米五的 嗯 一米二 一米 挺好的 你是不是要让一下 你可以拍 不用让 我得瞎拍一拍 对 你有时候 我以后都拍点 让你八糟的这种住宿啊 攻略 是吧 你有时候粉丝老是问这问那 我也没时间的拍一拍 对啊 我们昨天房间原先三百多 哦 所以我们那一天 我 我觉得你只要会提前 能估计出它价格来的话 其实能 有时候能碰到 像这个五百多 三个人真挺合 一个人才喝一百多 对啊 嗯 才一个人才喝一百多 是吧 那你就要住宿 就挺好 如果能多住几天 其实在扎黄桌之前挺好的 我后面订的也好多 三百多的 三百多 但是我没有超过 五百的好像 三百多四百 哎 有一个寒早晚餐的 那你们后面的线路规划过吗 线路跟你走 我走 长周也得三十五六度吧 大连三百就四十度 四十度啊 哎呀 我说说啊 我在大连 就是待了一两天嘛 我都觉得大连有点热 黏乎乎的白天 哎呀 晚上 你穿短袖肯定不觉得特冷是吧 穿短袖 好冷啊 我都买长袖 我刚才在那个公园里的时候 小风一吹 我觉得有点凉 我那个床铺好像才 我没有看 两天是不到两百块钱 两天不到 就忘了是八十多 是九十多了 推便宜了 哎呦 哎呦 我跟你说 对有一些人想来玩 又想住便宜的 那个是一个好参考 我好像是真宽敞 嗯 嗯 吃饭去 啊 确实舒服 灯亮了开始 今天晚餐准备去吃扎晃的汤咖喱 排队 排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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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从来没有耐心排这么多次一次长队 哎呦 领了个号 二百零一号 汤咖喱 这就是日本稍微好吃的餐厅都是排大队 一个小时了 一般都是提前看菜单点餐 看着都是挺好吃的 人气敌猪肉的 大概有五六种汤咖喱 都是烤的 两个小时了 对 我们差不多算是最后的顾客了 后面都卖光了 汤咖喱 我这个是鸡肉的 你这是什么的 树 是蔬菜 不光是蔬菜吧 应该有其他的吧 全部蔬菜 你这是什么的 我这个是猪肉 是猪肉吗 是猪肉 这吃这么一个 这个扎晃比较著名的汤咖喱 排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吧 已经关门了是吧 关门了 你看 你说这么火哈 他就不会说全天供应 有些包括 他们不穿这种钱的 他里面休息也不想 每天就是中午跟下午这段时间 错过挣钱的机会 是吧 如果咱国内有这么一个东西 你不光说这尖 12点都差 不光是这样 有可能他那个尖尖都做这个 是吧 都学了 他这个竞争人 学那么多 他礼拜一还关门 对啊 礼拜一不开了 礼拜一还休息 最喜欢就是最 最喜欢 最比借家什么的是好吃 哈哈哈哈 你看一下如果你平分五颗星的话 平几颗星 平几颗星 五颗星 五颗星 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值得给个高分 所以有机会来扎晃 其实可以吃一吃这个 就是排队没办法 排了非周末 我们排了一半至少 都关门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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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了 晚上的电视塔 没有什么夜景 晚上的大同工院 这是晚上的扎晃电视塔 这晚上小风还挺凉的呢 还真亮了 看有倒影 会有倒影 还真有倒影 扎晃 21度 明天去小村